看得到吗 但颜色好像怪怪的 有看到了 也有听到声音 颜色我就不管了 因为它颜色有点怪怪的 但是 好 那我就开始 我今天 present topic 是自己会见简平台 然后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 会觉得 可能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或是可能有点无聊 我其实半年前是这样想的 就半年前 我刚从MBA毕业 然后很努力地想要在美国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结果有一天 我哥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妈妈得了大肠癌 已经第四期了 我立刻订了机票就飞回来 然后在隔离的14天里 我反复地问自己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妈身体一向健康 也没有家族病食 也定期待她去做老人健检 怎么突然之间就得了癌症 而且还是第四期 然后这就让我开始思考 每年都有做健康检查 我们到底都做了哪些检查 然后健康检查有分健保给付公司负担和自费 那健保给付的项目到底有什么 然后我们到底有没有善用这些健保给付的项目 公司的健康检查就够了吗 然后我需不需要自费 再来就是每个人的健康情况 家族史和经济条件都不一样 该怎么选择合适自己的健康检查项目 再回到我一开始说的 除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以外 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 他们到底又做了哪些检查 哪些检查是被漏掉的 如果你问台大医是吴奇隐 也就是YouTuber昌兰哥的话 他的建议会是说 量力而为制定自己的预算并多方比价 然后参考家族史 针对亲人得过的疾病 做较详细的检查 再来就是了解自己是哪些疾病的危险因子 然后如果你对上面三点都没有概念的话 可以找了解身体状况的家庭医师讨论 但是如果我没有合作很久的家庭医师呢 就是这一切也太麻烦了吧 不管时间金钱还是脑力 这样的成本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太高 所以我就想要propose一个智慧渐渐的平台 它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资料 透过像是网站或是app的形式 可以请使用者填写他们的基本资料 家族个人疾病史跟预算 然后根据这些资料 系统可以反馈 就是建议做的健康检查项目有哪些 然后推荐的理由 然后跟这些项目 依照它的重要性来分级 就可能是死亡风险 或是医疗费用的支出 再来就是依照分级和预算 提供个人化的建议 需求的话因为我是第一次来 然后也是第一次提案 所以就是希望有参加过 黑客松的人可以指导我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觉得 健康检查项目过度繁琐 自费项目也不知道鬼什么的人 或是知道怎么处理个人资料 架设网站或是app的人 然后或是大家就是单纯好奇 想要改变现况的人 就是都很开心可以认识大家 谢谢 好 我谢谢一样的这个 智慧健典评的专案 好 那下一个 别忘了